《玩具TV》第27季第5集 其實遮蓋了進肖的家家是很不適合的 會降低了我們女性看這個玩具TV的浪水 值得遮蓋的 因為大家看看盒子上有些什麼 等等啊 這盒子去日本拿回來的東西 整件事是否離譜 大家動一下 它散光了 看到了 你不是只有這件東西 另外兩件東西拿過來 我特意帶盒子去日本給清水的同學老師簽名 在上面簽合名 借單盒吧 借單盒就是借單盒 因為很大盒 其實我本身之前沒有預計過它的盒子這麼大 對 因為我知道這盒子很大 但我沒想到盒子會這麼大 重點到一句 你這隻就是Line Barrel 接下來還有一隻X-Line Barrel 其實Line Barrel放在盒子裡的虛位有點多 有機會在後面照樣用一個尺寸 可能它可以用一個盒子的 我們就在這裏看一看盒子 我不夠膽 平時我拿盒子來搖來搖去 現在真的不行啊 簽名可以再拿一個 我還會看到他們的 這些就帥氣了 這些假工製司 做得好 當然要自肥了 這款就是我最喜歡的青水龍的老師 和下口治癒老師 再加上我最喜歡的千隻亂造的產品 所以其實 因為強勤相緣 因為其實Line Barrel很有趣 我以前一開始還未懂得看 那一開始其實是看了青水老師和下口老師的Ultramay 我看完Ultramay 我看完Ultramay 覺得為什麼這個人的機設這麼漂亮 我看看他之前還畫過什麼漫畫 一看我有一套武裝機甲 我看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因為他做了 無論動畫和漫畫都是 已經結束了 然後一看 看頭幾集 哇,這機設這麼漂亮 很漂亮的癡媽跟 然後就開始一直追 一次過 你想想那時候 我沒有記憶 有索性跟證 漫畫是2004年連載的 哇 你想想那時候 他已經有一個這麼癡線的設計 20年前的設計 這個設計 是第一集已經是這個 沒錯 不需要改 第一卷的卷尾 就會有一個設計圖 那個到時至今日 完全不過時 甚至他依然是站在尖端 所以你想想他的機設多厲害 厲害到我一定 其實看永野戶打後 我就到清水了 我可能我清水行先過的野戶 因為 我清水那個設計 合我深水 因為他是一些 靈角分明一點的 是,是事實對 還有簡潔一點 我很喜歡的 所以 另外 其實他也不簡潔 他的線條拿得很準 他拿得很漂亮 但他的甲是很強烈的 就是表面沒有 加很多黑線 沒錯 沒錯 他是那種 當年的漂亮 現在就少了 很少做到這個程度 而且他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這本書 就是二十六期書 其實他本身說 一開始只有十一隻馬奇拉 即是機體 十一隻機體 中文影響是什麼 馬奇拉 馬奇拉 他十一隻都這麼漂亮 吹像 十一隻都這麼漂亮 我到現在很喜歡Variant 然後到後面 是over十一隻 因為他說 後面還有再找多幾隻 全部都這麼漂亮 即是沒有一個失手 全機設施 全機設施 建議大家如果沒有看 未看 就真的要他看 但不要介意 其實那個藍角很黑我 我不是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這款是徐徐需要的產品 就是千席鏈 看到一個封面 就是一個簽了名的封面 幫幫千席鏈這個盒 特意去畫的封面 只是這個都值得照價 這個盒都值五塊錢 現在就是 簽了名不止 不會 沒有 沒錯 盒的尺寸比較大 側面都是幅畫膏 後面就會有一些比較日式的齊動作設定 其實當年有出Line Barrel的廠 有Wooks 有Mega House 我自己覺得最精彩的就是Wooks 不過 Wooks當年已經最漂亮了 我相信 這麼多年之後都要被擊敗了 但是Wooks之後 其實因為我都有追過這些產品 其實我是買Otter的 Otter是最完美的 當時是 是 但是它也是最貴的 因為它說 二千多元 不是差多遠 老實說 這麼小的 二千多元 但是老年這麼大 那盒我又買 是啊 因為它的盒裡面是全膚的 因為它全把劍還有特效劍 爆劍牆 沒錯 我也有 所以那個是 我連黑色的工資限定 我當年都買不到 然後呢 我去爭取清楚 那隻是它送給我 好厲害 但是是幾年前 我接收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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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年 因為我那時候入了公司 不久我們開始做Otraman 他過來進行商店 我們聊天 那時候 我拿了核原式版Riverr 給他 我買不到 那隻 然後他說 我有多我送給你 所以我們就收了那隻 而且我收了那隻 那時候 還收了一件 那盒也有簽名 然後呢 清水老師和考老師再特意滑波 親筆簽名 這個不是色紙 這個是真的親筆簽名 然後今次呢 厲害啊 我們再假公祭司的情況之下 喂 太過分了 我又再 好過分啊 好過分啊 我又再 我又再 好過分啊 好過分啊 哈哈 他說他經常見到我 然後他說 他其實是有看Toy Series的 所以 這些就厲害了 我們沒有中文字幕 沒有英文字幕 沒有日文字幕 都提 都提 所以多謝這個 在這個電話前面 就是 不是中國國籍的朋友 對 那 回來產品 好過分啊 那麼 多謝千值練出這盤 因為其實Altar之後 我想很多朋友想追 在Altar之後想追 但其實Altar的價錢很貴 而且呢 其實很多白色版 已經變黃了 所以今次今天 你很難去追 你給我介紹 我都拿起Altar 隨便說 甚至乎Altar本身 因為他始終不是合金的成品 其實玩起來 把握手感就比較弱 甚至乎 他都是可動手指 但是可動手指 就經常會掉下來 所以呢 來到千值練去出這一款 其實當時一出灰霧 已經開心到爆創 完全是沒有說話好說的 那麼到現在收到成品 我第一個的反應是 有些震撼是 我沒想到這麼大的 其實當時 Vox也好 其他產品有追的話 這裡到吧 沒有的 可能來到這裡 但是後面的抽屜就大 對 後面的抽屜就大 所以他整體出來給我的感覺 很不一樣 而且以往所有產品 因為他以前的TV版的設定 偏黃一點的白色 有一點像橡牙色 去到Altar版 就會是灰白色 這個版本很有趣 我沒有預期過 Ry Barrel會有金屬色版的 因為以前全部都是實色的 是 然後這個一出來 看到珍珠白金屬橙 是很不一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是很值得驚訝的 而且他為了這個 再做了一些特別的設定 這個真的要留意 他基本上整個機設 我想他是重新畫過 因為比例上 因為Altar已經很跟到 他的設定稿 漫畫版的設定稿 因為之前很多人出TV 除了Vox 都是出漫畫版之外 例如模型 Mega House 全部都是出TV版的 之後你會發覺這個比例 跟漫畫版的設定 或者Altar 或者之前Vox 會有些不一樣的 我相信他應該重新去 因為很多設計師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都會覺得自己的東西 可以再進步 所以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而其實這個跟之後的 Experio Experio的版本 也是 額頭是不同的 跟著就是 胸口側面不同的 大腿甲是會有不同的 這個呢 因為Experio 應該今個月才排 五月份才排貨 所以希望到時候 我們也有得玩 但這隻是何時排的 這個是四月份排的 我們那時候 在日本周圍都已經有二貨 好像沒有留意 看到有Line Burl 可能 因為太大盒 其實應該不是很多人 會有二貨 我們打開盒之後 主體就是這樣 打開盒之後 就會看到 算很複雜的組件 但有尺寸比較大型 對 就有 就有 就有這個 裝去手臂的 劍套和手臂甲 這個是一個 overdrive版的 爆開了的 手臂甲 這個是拔出來之後的 太刀 這三件就是 幫它插著 太刀到手的 一個輔助點 這兩個 也是overdrive之後 爆開的 這個就是執行者 Executor Executor 本身是可以收回到尾部 這個就是一個千席連的底座 很爽 對 通常都是用這個 但又這樣說 它挺好用的 因為很實質 就算你的膠階架 都能頂到 然後 膠階架 可以用你的膠階架 然後 甚至乎 其實這個有一個貼心的地方 你未必需要用地台 因為它這裏跟了一件 支撐件給你 我先放開這個 支撐件就可以直接插在它的尾部 是不是可以叫它尾部呢 可以這樣說 因為它本身其實挺好的 你以為它沒有腳尖 它會站不到 你站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傾側 可以用尾部來撐住它 因為撐住始終不太好看 所以它在尾部 它尾部本身有個遮掌件可以插 插完之後就插回這件 因為我時間關係 我就插到尾部 插回後 它尾部就可以撐住它 就可以站住了 其實初初看機設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沒有腳板 我才看過他一篇 很棒的 一篇的訪問 他是覺得 金巨型的機械人 是不應該有腳腕關節 應該是浮起的 如果用腳腕關節 他會覺得腳腕關節容易受傷 但是在這個設定裏 他就幫他特意做了一個 我想是TR6 對 它跟TR6是類近 可以拉出一格 然後就收回腳尖 這個類似Landing的東西 有個起落架 這樣 插回後 我太暴力的關係 反而覺得有點像高跟鞋 對 其實所有設計 為何我會用五星和它去比喻 就是因為這個感覺 我輕輕地轉一圈 其實整個設計 整個設計 我沒有話可說 美到沒有話可說 到今天我看我都覺得美 不過那時候 Wooks應該是沒有叫做全上色的 是嗎 好像是 但是它賣得很便宜 好像三四百元 三四百元 三四百元 那是House嗎 那個質素 真的一般 因為我後追 所以我不是很折症 我跟別人收是三百多元 對 人生贏家 怎麼會呢 本身很貴嗎 我買停了嗎 可能我有少少混額 你對的 因為本身它的角盒不是很大 Wooks有幾個版本 是的 幾個版本 然後它本身手的外甲 就需要自己去裝陷 即一出盒的時候自己裝陷 它這個金屬橙 如果我在旁邊看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是一種一點點閃亮的感覺 這個鏡頭就可能有點困難 不過這邊的射燈也不錯 然後它這個太刀的部分 跟劍兔其實是可以拆下來的 你也可以自己裝上去 它就配上手甲上面有幾個洞 就這樣拆下去 另外一邊也是 這樣就可以裝上兩邊的太刀 太刀也是可以做一個拔出來的效果 所以就無疑拔了刀 通常拔刀之後 刀柄都不會在 因為它有馬刀柄 它打起來 就會射到自己的球 提外話插色 不好意思 漫畫版結局 其實是說什麼 漫畫版結局 好像是打月球上的馬奇拉 有自主機制的馬奇拉 整個月球上都是馬奇拉 然後那個是有點像超級機閒 有點像誰呢 任馬合一那個叫什麼 超軍神 不是 大賺卡 大賺卡 大賺卡的樣子 然後是人樣的馬奇拉 然後那個身是跟它很像的 很像的 沒有機會出過 就打那個 然後 結果就是打完它之後 好像主角都死了還是什麼 忘記了 因為我沒有特意追回追亂頭 但是 OK的 我覺得看完 忘記了 已經 大家有看 在下面打回結尾 我將回尾一下 麻煩 想回尾 建議回去看 然後劍拔出來之後 其實它有個小配件 就讓你這樣套下去 手掌裡面 這裡 就會有個洞 全可動手指 剛剛想說全可動手指 手掌呢 這裡就會有個洞 可以拆回來 就可以很穩陣 可以拆回來 這個也挺貼心的 可以用這個 而且它這個 全可動手指 它的感覺上 因為它的裝備位 的材料也挺多 所以它玩上手 其實都 挺實正的 OK的 感覺 包括手指弓 都是可動的 好啊 而且它感覺上 鬆緊度也不錯 是呀 OK的 OK的 整個感覺不錯 好嗎 這隻我沒有入 啊 竟然 我沒有入 X-Line Barrel 那不要緊 你拆了我 然後它背後 這個尾部份 其實可以做一個打開結構 要點力 打開這裡 打開這裡之後 就可以把兩邊 抹開 如果用來當一件玩具 千直鏈是凌駕了之前任何一個版本 沒錯 這是一般的事實 你拆了它出來之後 把這件拆回來 我們就可以把 Executor 對 Executor 收起它 這真是最重要的部件 大佬 過癮啊 對 沿過收進去 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一件 無形 我不知道 你其他沒有收納Executor 這個技術 Altar好像也可以 是嗎 Altar也可以 對 Altar也可以 我不肯定是收進去 還是它可以有個位置放 我回來 位置也要入倉 我不敢說 拿出來試試 它收完之後 我們先收在裡面 Altar有極品 來到這裡 其實它 我們現在可以 首先 很久沒有上來 有點緊張 我們現在玩一下可動 因為主題大家都看過 我們是時候看一看可動 可動 從來都不擔心 因為千值年 一些頭部的可動 抬頭的部分 我八卦 不好意思 我想拿一個盒 看看哪位朋友 負責 有寫的嗎 應該有 頭部的可動 頭部的側轉 要比較用力 因為它都很緊 頸部的可動 頸部的活動 幅度都很大 如果是這樣看的 例如側擺頸 照平內 深厚 水平轉 照平內 是韓國的吊士 做外觀 不敢說 好 OK 由頸部的可動 看完 我們看一些手部 例如抬手 或者活動 很緊張 有些害怕 玩起來 除了抬手之外 肩甲本身也有可動 你會見到 內側有單軸的關節 但這個關節很緊張 玩的時候 要保持身體 才能動 因為我看它所有關節都用了金屬 對 所以扭的時候 都很費力 對 而且它這次調節的關節很緊 所以要小心 除了內肩可以上下之外 還可以有一個向前的關節 瘋了 所以你也看到這裡 其實整體都是合金 向前的幅度都很大 一定可以翹手 對 我猜到30度左右 這樣就非常好 對面腳底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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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也可以 對 肩甲的可動 配合著手 可以向上擺 然後手臂 有這個部分 有水平轉 肩甲底的金色補甲位 很漂亮 正 一絲不苟 手臂的可動 這個關節收得比較有趣 這裏是一個單軸關節 下面再收了一個關節 所以它屈起手的情況 就會是 我們現在把這個打開 前面這個會收進去 之後才屈起上面這個關節 所以它整體的一個遮掩 都相當自然 它這一組的金屬關節 其實很巧妙地 配合了它的前臂和上臂 所以你咬的時候 這個位置已經不是補完 它整個手臂的關節都做了比例 其實很漂亮 然後就是一些手掌的活動 手腕的活動 幅度不算很大 玩的時候就可能配合 因為肩的活動都比較大 所以對於擺動狀來說 是不大影響的 一個腰部的可動 向前 然後 它下腰部的部分 就沒有說前後 主要是做在腹部 就是左右 對 那 空的側轉 一個水平轉 就是腰部 但是腰部 是沒有說前後轉 全部都是做在上面 或者也可以看看背部 背部也很精彩 對 對 它做了一些後轉 的時候 背部有一幅甲 是會有少少的連帶活動 畫面上不知道清楚 因為都有點遠 行不行 都可以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個肩甲位 特別是中間那一節 它零零細細做了一塊板件 亦都可以因為前後動的時候 它就會跟回上節和下節 因為腰部分了三節 你變成中間那裏 就可以根據上面和下面動 而同一時間一起擺動 某程度上其實都是一個連動 很漂亮的動 正在 有心 我覺得是 然後 可以的 可以的 然後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它所有的裙甲 側裙甲 側裙甲 除了裡面一個軸之外 外面再擺多一個軸 所以這裡是可以動兩下的 然後 後裙甲 也是一個波主的活動 對 虛刀 甚至乎 這條尾部 它都有它的可動 來 玩得有點久 是時候 看看腳 我們打開前隔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抬腳的動作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影響 腳的水平轉 其實只要它跟回原本清水老師的原設 它的可動性已經可以很瘋狂 是啊 因為它也預算得不錯 五身 有一些屈腳的狀態 這個腳就 嘩 漂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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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了那麼多 補了 不是補了那麼多 補了 整個田螺 你會看到膝蓋它特別奏著那些 是不是金屬的 不是 嘩 我被騙了 它不是金屬 但是很有金屬的感覺 高顏色 對 很漂亮的銀色 而且它的曲線位 是跟回小腿的設計 所以你完全不會覺得特勒這些路 它是做足給你 而且它整個腳 設計任何 這個腳 這個後面 很漂亮 嘩 拍一拍小腿 小腿 那個小腿真是 大哥 好 要再側看看 這樣 再側一點 這樣 對 對 那個小腿 真的 很瘋 這個 主體的一些可動的部分 我們大概玩完了 因為腳掌 剛才我們也試過 大展開過 它不需要再研究這個腳碗關 沒有腳碗 沒有腳碗 都很省工夫 對 輕輕鬆鬆 Executor please 接下來我們就要玩 這個 Overdrive Mode Overdrive Mode 是要怎樣做 背部 拆件 那件事就是背部 這個應該是留下來 插插後的背包 我們在這裏 就拿出一個Executor 打開這個 還有這個 拆開它 它在密合度都不錯 整體 拆開它 拆開它 讓我先把Executor 安裝一下遮掌點 安裝一下 遮掌點 主要是打開肩部的 裝甲 裝甲 其實打開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一些東西 它呢 每一片 會有一個分層次的活動 在這邊看 對 對 你收起來的時候 很厲害 它也有動 對 每一片是不同的 四片就是四片 它不同行的 每一片是分開行的 有些連帶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精彩的東西 細心地去做了一些 令到你有少許驚喜的東西 所以要自己去用心理 感受 然後就是把前臂夾列都換 我一會兒收的時候 就是拿命 哈哈 這件件算少 這個 我覺得這個OK 算快 一個張開版本的前臂夾 然後呢 剩下的就是 尾部的兩邊 在設定上 就這樣打開就是 但是呢 在我們這裏 就要手工去做 這個就是張開版的 其實只不過是 旁邊這個筍就塗進去 簡單方便快 大家可以留意 本身它的上色 珍珠白 黑鐵 金色 那個上色都非常精美 然後這個裝進去之後 你會發覺 每一支都可以 都是有它可動的 神經病 哇 真是神經病 真是華麗 只能說 然後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要玩Executor Executor Executor 你可能以為 它是一把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劇中 最初它只是當作窗用 但是呢 實際上它是一支 不太好用的窗 因為使用程度 比較短暫 但是實際上 例如它這樣手握的時候 手持 就是一柄槍 但是它有一個形態 可以張開 當然可以再張開 現在這個版本 就不能再張 然後再張開的時候 它就可以形成一把很大 就是類似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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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插在這尾上 我們也不插 整體這款Line Barrel 我沒有投訴 投訴大錢 有人問 2300 2300 如果再強一點 有大成格 我不知道 2800 要插一插 我們買玩具不如不寄錢 不欠幾百元 另外 本體已經上了marking 給你 另外再有更多張水紙 再多的marking 另外 為什麼會買這個版本 因為這個會更多張老師的色紙 我沒有 我沒有在 他會更多張色紙給你的 所以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 買那個比較好 但是你就缺乏了色紙 我就是在這裏 我爭持了很久 最受命是選擇XLine Barrel 我又沒有錢 沒有辦法沒有了 不關我事 希望能夠好價收回 XLine Barrel 那我們就玩到這裏 因為實在是時間關係 如果時間沒有關係 我還有很多話要說 對 因為太好玩了 沒辦法了 15分鐘給了50分鐘 就是這樣 再見 拜拜